在英语的天气下 球场边圆明网球小将仍努力进行暖身 因为他们正投入在 素有青少年等级最高的网球锦标赛 美捷试杯的A级赛事中 仔细翻开残赛名单 有不少圆明好手投入其中 像是六年前以幼稚园大班 打进四维杯学童赛决赛的 泰鲁格族人淑洋舞茂 今年即将满12岁的淑洋舞茂 在5月的全国排名中是来到了第4名 此次美捷试杯 她则出战U12女单与女双赛事 力量 她的质量打球出来的那种质量 其实比她同年龄层的选手还要好 可能脚步上还需要再做加强一点 可能速度移动上面会再做多一点的训练 希望打到前四 只要好好打就可以赢 每天都在复习 练习比赛 然后都有练习很多正拍反拍发球 我每天都会去复健科 每天复习 就是复健 就是激烈运动 脚底肌膜炎 小小年纪就能在腹伤中调整自己身心状态 而同样在此次美捷试杯中 参与U12赛事的男子选手UHONEY 从五岁起就接触网球 而五岳全国的排名中是来到了第七名 就是会互相看人家缺点然后练缺点 就是开心打球 然后我也是很打球 充满自信的发言 UHONEY也即将迎战抢夺 U12男双八强的门票 但由于13号的赛事遭逢雨天 故相关赛程将顺延至14号举行 有缘新闻怎么到18度 游民台北施采访报道